汪正正通过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 对孙女士的梦想 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鼓励 此时安妮老师 似乎从孙女士身上发现了什么 你有没有观察到 你们两个坐在一起之后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一直是 是不是啊 你看你的身体倾斜度 然后她就一直在看主持人 然后你的身体不断地去 这样去看她的时候 不断地在笑 两次把手搭到她腿上的动作 拍拍她的大腿 然后还有把手放到她后背 去搂她的动作 但是你爱人在 坐到沙发上到现在 一次都没有触碰你的身体 姑娘 你发现了这个现实了吗 你看看 你又下意识地在看她 你有没有体验到 自己的想过 自己的这个体态语言 这些动作 习惯了吧 你虽然在传达爱和关注 但是她收不到 所以她不碰你 那么请问 你对你婆婆传达爱的时候 她一定能收到了吗 请问当下 当我这么一个陌生人 把你婚姻的事掰开了 揉碎了 让你看真相的时候 我是恶意还是善意的 善意的 那么你有没有向我传达这种认同 你心里我不知道啊 我可知道你很抵触我 所以我就不想跟你再说下去了 是想说又是 可能怕我会怎么样吧 有没有发现她特别爱猜心 她根本不想听别人说什么 而是她猜完了就结束了 这个事 你太主观了 而你那个主观 并不是真正的理解别人 和了解别人 就用分手来给说 不结婚就分手 然后就这么背着父母领了证 你这次又是 还是这种模式 不要孩子 咱们就分手倒计师 你可知道 这后面又要埋一颗炸弹呢 你的婚姻里面 就是你亲手埋下了这些炸弹 让你自己非常难受 你从来没反思过这个事情吗 你在不停的 就是触摸你老公 靠他很近的时候 能看到你对他非常的依恋 我要提醒你哦 这不是爱哦 这是依恋 这种依恋 就会让你们的感情变形 反复被看的话 他会觉得紧张 被你盯得很紧张 小伙子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爱人 他对你的这份关注也好 爱也好 会给你压力吗 就像刚才老师们所说的 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压力吧 会让你有想躲一躲的感觉吗 有时候会